马上来关注立法院的相关讯息 立法院议场被抗议群众和学生占领 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抗议学生诉求总统马英九出面回应 不目前看来将局暂时无法化解 因此外界认为立法院长王金平扮演关键角色 但是王金平强调这起事件的主要抗议群众是学生 而不是立委 因此无关国会自主 王金平也表示不会采取强制驱离的行动 至于行政院方面呢 对于抗议行动则是有包有匾 行政院肯定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 但也对立法院议场遭到占领感到遗憾 反复冒学生团体占领立法院已经进入第三天 针对他们的诉求 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做出回应 怎么处理我们会想办法 我们会努力 我们看看怎样对事情有处理上的帮助 我们会选择比较适当的途径 王金平态度低调 没有说明后续该如何处理 而行政院长江一华 除了对于国会议场被攻占感到遗憾之外 也对这群学生愿意关注服貌议题表示肯定 一方面呢 当然肯定社会大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关系 有许多学校的年轻的同学 年轻学子 那基于他们对服貌的效益 或者立法程序 等问题有普通的看法 因此来到立法院表达他们的看法 那院长对于年轻人 愿意关心国家大事 而且愿意表达他们的看法 我们基本上应该肯定这样的一个热忱 而总统马英九上午接见外兵时 并没有对这起事件做出回应 不过总统府在星期三 就已经发出声明 支持立法院依法妥事处理 等于把这个烫手山芋 再丢给王金平 被有来因立委直接点名 王金平是解决目前现况的关键人物 王金平强调这起事件和国会自主无关 因此不会强制驱离 只是现在议事完全停摆 处在瘫痪状态 与院冷处理 王金平20号晚间发出声明稿表示 将透过各种途径沟通协调 促使国会恢复正常运作 并表达对青年学生的关切 呼吁学生们不要破坏立法院的公务 只是混乱的国会如何收场 外界都很关注 联合报系蔡配方胡锦顺 萧炳一台北报道